先要带您看大力光上千元 这个大家当然都知道 另外要带您看台积电的设备厂 汉维科 汉维科不但受到了台积电的订单青睐 连三星都来下单 股价是连两天的冲高 那么在今天又再度的冲破了千元大关 真的是气势如虹 延续前一天涨停板走势 设备厂汉维科股价是周浩开盘再度冲高 虽然尾盘有点小小震荡 但同样收在一千零五十元 连续两天冲破千元大关 追上股王大力光的一千一百七十元 两个股价差距剩不到两根停板 不但替台股带来双千金行情 也点燃股王争霸战 苹果的股价最近是表现平平的话 所以大力光可能在上涨的动能方位 会稍微略逊一点 倒是可以留意这个汉维科 因为这个汉维科是属于设备股的 今天也带动了像台积电的相关干领股 像中砂这些表现都相当不错 汉维科能挑战股王宝座 最主要就是因为新款的检测设备 获得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等大厂采用 台股千金争亡 高价股F4中 另一个亮点就是生计股王精华 十号股价冲上涨停 收在八百四十九元表现惊人 再加上太阳能股硕和 高价股进来后市看涨 只有多头格局 才有所谓的股王争霸 可见现在的台北股是在背景上 属于众多的行情是没有改变的 那么高价股一般涨上来的话 据我所谓的市场上 大家都应该知道比价的一个空间 会带动部分的这个电子股 甚至一些高价股 分师认为目前高价股能不能有所表现 甚至带动台股跟着往上冲 关键还是在量能 台股十九号小涨二十点 收在八千五百七十七点 成交量还是只有八百五十七亿元 不过台子其结算 三大法人卖超七十四亿 投资人大户何时能归对 将是影响台股 接下来最重要变数 三星红固定时番头到 再见